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韋佳琪 那麼今天要帶您 一起來討論 國際的政治局勢 以及國內的政治 又是怎麼發展的呢 那麼加入我們這一節的來賓 包括有公運人士 鄭村祺 鄭老師 午安 大家好 以及我們的前立委蔡璧 如必如傑 午安 大家下午好 以及我們資深媒體人 少一夫 尚大哥 午安 大家好 好的 那麼今天 當然大家討論的焦點是 選戰激情都要稍微退降了之後呢 那麼當然大家接下來就很好奇了 國會要怎麼運轉 尤其是國會龍頭 現在關鍵少數的民眾黨 到底會怎麼抉擇 會挺誰進入立法院當院長呢 是之前說好的韓國瑜嗎 還是倒戈到民進黨陣營呢 那麼現在藍綠國會龍頭 到底挺誰 民眾黨團 今天早上開了一個記者 會提出四大條件 黃國昌就說了 希望藍綠有志 角逐立法院長的人提出四個非常具體的承諾 因為改革比位置更重要 所以他也並沒有明確的挺藍或是挺綠 而是說要先看他們的表現 再也說 至於這個藍綠沒有夥伴 現在韓國瑜挑戰立院 現在國民黨當然也有四套劇本要模擬了 第一個當然最好的就是民眾黨願意藍白河了 再來就是民眾黨自推人選 那麼沒關係也有力泛藍陣營 那麼民眾黨如果不停人選 而且開放自家立委自由投票的話 在這樣的情況下 國民黨算一算他們比較有把握 可能拿到藍營白銀的三票 所以他們還是能包辦政府院長 但是他們可能比較不想看到的劇本就是 他們轉向跟綠營合作 所以現在國民黨把四套劇本 可能的發展都列出來 就看接下來這民眾黨要怎麼決定 那麼韓國瑜會不會角逐立院龍頭 王洪威強調政黨要有誠息 當然是優先跟白銀合作了 王洪威又講到了 黨中央還沒有正式談到立法院長這件事情 但是按照選前的訊息 大家都想推韓國瑜當立法院長 那麼民眾黨先前也不是說 對外會支持韓國瑜嗎 他認為政黨必須要有誠信 說到要做到才行 但是現在民眾黨的不分區裡面 我們就帶您來看到的是 有人就要列出這四個人 好像顏色的光譜似乎偏綠了一些 包括了誰 包括了黃國昌 昔日被洗浴為太陽花 戰神 也是前時代力量的立委 更是關中天挺身而出的第一名大將 那麼再來就是陳昭姿了 他過去的獨派色彩相當明顯 同時也是陳水扁醫療小組的召集人 是舊扁大將 再來還有就是 柯文哲競選總幹事黃珊珊 現在被譽為是小英女孩 那麼她的哥哥是黃曙光 也是潛艷的推手 還有就是張祈凱 之前也是年代節目的主持人 那剩下的四人並沒有什麼明顯的立場 但是現在有網友點名這四個人 是不是光譜比較偏綠了一些呢 那麼我們看到的是 其實這一回這個總統開票 柯文哲的票源可以說是八成犯率 怎麼說呢 他拿下了369萬票 那麼看起來的是 侯友宜得票是比之前的韓國瑜 還要少85萬票 賴清德的得票比蔡英文2020的時候 還少259萬票 這加一加就是344萬票 大概也等於了這一次柯文哲的得票數 所以29比85 大概的比例是8比2 大約也等於這柯文哲票源的藍綠比 但是其實柯文哲的票源也是綠大於藍 那麼你看喔 清藍立場的挺和的包括 像是這個媒體人毛家慶 前立委邱毅 還有侯漢婷 柯文哲想從2028 顯然不能放棄這泛藍選票 但是他們的未來 真的能跟8成泛綠的民眾黨合作嗎 現在打上大大的問號 好 結果我們帶你看到的是藍綠白撒哈多的狀況 其實我們幫你分析了一下這回立委選戰 你看喔 在宜蘭的部分 還是由民進黨拿下 雖然是撒哈多的局面 但是最後還是由民進黨來拿下 可是在台北市的部分 則是因為泛藍分裂了之後 吳斯堯拿下了這樣子的立委席次 中正萬華則是 這余美人跟鍾小平兩個人最後還是落敗給民進黨派出的吳佩義 可是你看到他的得票率大概也只有39.8左右而已 那麼在大安文山選區 現在他們就說了 其實如果藍綠你派的人夠強的話 你就不需要看白的臉色 你看上了類似寶 不管怎麼樣他還是穩拿第一名 那麼在中和選區的張志倫 也是拿下了立院的席次 所以只要你推夠強的候選人 其實就能夠獨贏 但是到底藍白要不要整合 現在都是大家疑問的問題 我們先來請教一下鄭老師 你怎麼看未來國會 你覺得立院龍頭這一戰 藍白有沒有可能合作呢 大家現在都在看說 這個第一局雙方怎麼交手 我看到民眾黨八位立委 今天早上開的記者會 非常的漂亮 從表面上看 我想我和國昌講的一個 最最重要的核心原則 就是說改革比位置還重要 那就是說位置是次要的 改革才是重要 改革是代表理想 可是我看他們開出了 有關大家都關心 立法院院長是誰 他開了四個條件 那我馬上就問 這個四個條件 考慮來是立法院長這個位置 是不是 你說位置不重要 改革比較重要 你們開出的第一個條件 就是有關位置要怎麼樣討價還價 看哪一個要選立法院長 針對這四個條件 你不是拿位置在做交易嗎 所以不要話講得那麼漂亮 第二個 從某種角度 他們開的這四個條件 還是相對比較進步 不是像你剛剛提到說 私底下怎麼樣交換利益 票換來換去 他不全然只是簡單的人際之間 或者是私家利益交換換票 他提出幾個原則 那個原則大基本上都是屬於 立法院自己內部的 比如說他們的職權刑事法 要怎麼樣子弄 那也要求說每個立委要如何自清 要怎麼樣利益迴避 然後同時也說 將來立法院你們的人事 相關的人事 比如說監委各種各樣 不能夠當行政部門的橡皮圖章 只是蓋章 然後最後講說 立法院的預算要怎麼用 看起來是相對比較進步 可是我還是真的 我從一個選民的立場 今天在這個國會裡面 選後我就講 第一時間 第一個又該改革的是選制 你剛剛講 談的是立法院院長他的職權 立法委員的職權 都是要講你們 那你們政黨的利益的擴張 甚至立法院本身 立法院的這個總體的權力 能不能擴張 人民呢 你們是我們的仆人 你看這次選舉完 大家折磨還不夠嗎 這種選制相對多數次 賴清德嚴格算起來 71%乘40.5 他是只有29點多 三成都不到的人 今天可以統治台灣多數人 少數統治多數 然後多數的意思要制衡 或者要下架統治者 沒有辦法如實現 這樣的民主制度 不是你們如果講理想 講改革 應該放在最優先嗎 可是修改選制 就修改到你們自己的利益吧 就馬上動搖 這動搖到自己本身的利益嘛 所以不要講那麼漂亮 但我承認相對比較進步 然後他開出這個條件 然後看條件怎麼回應 再來決定他們的策略 到底是民眾黨自己提 自己的征服立長 立法院候選人呢 還是開放投票呢 還是跟哪一黨合作 那剛剛你也提到說 他們黨裡面不少是請律的 如果開放投票 那可以不用負責任 你們最後怎麼樣各自去弄 所以我是覺得 民眾黨當然是關鍵的少數 都在看 全民也都在檢驗 他們會不會投機 因為說真的 這個黨裡面 特別是他們的柯文哲 是非常非常厲害 非常圓滑 非常投機 我看了很多年輕人 如果沒有仔細追蹤 每個環節 對他那個殺意旅路 不斷創出新議題 然後掃手弄之都互弄得 很容易過關 那現在這八個人也知道 全民都在看 可是你看外表多漂亮 講得都直接漂亮 但我告訴你 你真正要改革最優先 選制要改革 你不管總統跟立委綁在一起選 這是非常糟糕了 然後這個相對多數字 每次要不要考慮棄保 老百姓煩惱的要死 沒有辦法好好的自由表達意志 有連國際 國外在講 有兩輪的這個總統 第一輪沒有任何一個過半 那就第二輪在選舉 你們都很有常識 都是很知識豐富 難道不知道我們選制有問題嗎 每一次在這個選制得了利的 就繼續維持不變 像國民黨 暫時可能是受了一些苦 可是一選上 馬上就想屁股這個位置 怎麼樣擴張 馬上權力怎麼怎麼弄 但是表面都講得冠冕堂皇 我再講還是結論 老百姓最關心的是 為什麼我們的選舉 人民沒有辦法好好地表現他的意志 比如說一直講 通訊投票 不在地投票 全世界那麼多國家 我上次也講 連要菲律賓印尼都可以 台灣還是不行 第二個 這樣一個少數就可以統治多數的 這個反民主的 逆民主的 這樣一個選舉制度 你們不可討論 然後講得漂亮的很 改革 大國位置 下面考慮的都還是利益 都還是你們個人的位置 黨的位置 不要再騙了啦 老百姓眼睛是清楚的 那我們想問一下 這依夫哥你又是怎麼看呢 尤其是這一回藍白 到底能不能在國會繼續合作 也是外界關注的焦點 我覺得一件事情 你從柯文哲的講話 不一定要跟任何一個合作 當然今天民眾黨開出條件 當然這個條件 就是對應於藍綠 誰要答應這個條件 某種程度上 還是用條件再換位置 這個沒什麼爭議 當然民眾黨 大家都說他有幾種選擇 其實這幾種選擇 說穿了就四種選擇 就是一致投票給藍 一致投票給綠 或是推自己人 一致投票給給自己人 還有一種就是開放投票 只有言格上面說 也只有這四種方式 當然你開放投票 跟一致支持藍 或是說提自己人 以人數上面的優勢看來 還是藍營的機會相對大很多 除非你選擇的是一致支持綠營 一致支持綠營 當然你今天國會上面 其實講的這些事 某種程度上 立法院都有一定的規範 一定的規範 唯一一個比較沒有規範的是 聽證調查權 聽證調查權這個事情 從585號解釋文裡面 就319真相調查委員會 條例的那一次的事件 就本身就事件 立法院擁有調查權 因於法律定資 為什麼到現在為止 沒有這個法律 很簡單一件事 誰執政 誰都不想讓立法院 實施調查權 這是必然的 所以調查權行使辦法 而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民進黨提過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國民黨提過 但是這個法案一直沒有過 當然調查權的事情 我覺得最值得討論的是 調查權的問題 大法官都視線你有了 到現在都沒辦法執行 就是不定法律 這個法律 我覺得事實後該定了 因為調查權你本身就有 不能執行就是因為沒有法律 這一點我倒覺得 民眾黨提出這一條 我是贊成的 其他都是條件說 國會 我覺得因為國會2月1號 就要改選了 所以大家非常關注 其實國會三黨不過半 就算政府院長選出來了 未來的議題還是合眾連痕 還是未來2月1號選完了 其實就進入了一個合眾連痕議題上面的 大家的溝通協調的過程 其實我覺得政府院長只是一個象徵性 未來的國會發展還是看議案上面 大家去如何折衝 我覺得那一個才是未來立法院運作的重心 因為院長基本上他負責議事的進展跟朝野協商 那當然院長負責議事的進展跟朝野協商 他要如何做會影響立法院的運作那一環 所以大家會關注 大家會關注 但我覺得基本上提出了這四個條件 我覺得藍營跟綠營都不是要選院長 那一個人可以答覆的 因為他是合一制 這必須由政黨去做決定 要不要接受這四個條件 而不是個人可以決定的 好 那我們想問一下 畢如姐過去你也當過立法委員 你怎麼看 尤其現在大家分析說 這個民眾黨的票源 好像民進黨是8 比上藍營的這邊是2 你自己怎麼看 而且今天老闆 您不是也好像被傳出說退出群組 是因為這個原因嗎 先回答一下 退出群組不是這個原因 因為選舉期間太多的工作群組了 以下文宣部的 以下組織部的 以下又是地方的 以下又是以下 很多的太多十幾個工作群組 裡頭有一個群組 可能他們去關注到的是 區域立委跟部分區域委 我們就組一個群組 大家有什麼意見在上面寫 每天都花很多時間在那邊看那些資料 後來就會有人出來管理說 這個群組不是要討論 這群組是要告訴大家 那個資訊 重要資訊 後來當然選舉完之後 我通常習慣性就會把自己的 手機的群組都整理一下 個別的LINE通常都有 所以這不影響到聯繫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剛講就是講到說 柯文哲的選票裡頭 可能8成裡頭都是民進 偏綠的 偏綠的 那資金信領偏綠怎麼去解讀它 因為其實這一次應該是說 藍白這個本來是要合簽的那六項合約之後 後來分裂了 這就是意外造成這個國民黨的這個大團結 我在地方上選舉是這樣 就是大家每天都對著我轟那個柯文哲 為什麼不藍白河 大家都六成的民意想要藍白河 想要政黨輪體 你們靠著是怎樣 那當然就會很意外就會促成 好像地方上的國民黨就突然間都跳出來了 而且這次說實在話 國民黨的朱立倫確實也有把這些 國民黨的地方整合起來 真的他們是大團結 那你說8成是偏綠的 因為剩下應該會去投他都是年輕的 這些年輕的到底是不是偏綠的 我不知道啦 因為所以就是說 當然還是有很多國民黨會去支持柯文哲 但是剩下的這些是不是就偏綠的 我覺得這個是未定之數 可能還是之後慢慢把這個票 投票的這些年齡層 或者是在地方上面去把它整合整理出來 你才會能夠去斷定 它是不是8成是偏綠 當然你用上次蔡英文的投票 跟這次賴清德 然後剩下的就是柯文哲的投票 你就8成是偏綠 這個恐怕裡頭 裡頭恐怕8成是年輕人 我可能可以要這麼講 那這是不分區的 立委裡面有四位被說 好像比較光譜 稍微偏綠一點 您又是怎麼看的 基本上應該是說 他們有個別的政黨的傾向 是比較明顯的 尤其是陳昭之 大家都知道他以前是 陳水扁的醫療小組的 那也是陳昭之在早期的時候 把當時柯市長還在醫院裡頭的時候 把他納入陳水扁的醫療小組裡面 所以他是很早就跟他認識這樣子 那黃國昌當然就是色彩非常的明顯 不過因為既然 因為他是不分區 不分區基本上還是 第一個就是說 雖然過去柯文哲主席常常講說 他們不會去管 不分區的這些投票意向 就讓他們自由投票 但是他們既然是不分區 其實我們過去還是有一個黨團運作 還是會聽黨團的意見 因為不分區大概就是要集體 集體做意見 所以當黨團沒有做出 決的事的時候才會說 好 你們個別可以去表達意見 通常是這樣子 了解 好 那我們收集一下廣告之後回來 帶您繼續討論 那麼政治情勢是如何演變的